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熊观影,我是阿祥 本期继续为大家带来《风骚律师》第二季的第九季 上集讲到金迷偷偷创改查课的文件 想依此帮进拿回梅萨维德银行的案子 老麦为了给孙女更好的生活,计划抢劫毒邦的运货车 隔日,胡子哥又一次开着冷贵车路过必经之地 从没出过市的他毫无警觉 等到车子开到合适距离 老麦突然将布满钉子的皮管拉到路中间 车子立刻报台失控 胡子哥尽力把车停住,拿出枪走到车后 却被老麦从旁偷袭,蒙上眼睛五花大绑 之后他按照之前监视到的 轻易地在轮胎中间找到了毒子 只有隔开轮胎才能找到钱 这也是车子能躲过检查的原因 事后,老麦又到甜品地外监视 老丁头得知车子被劫后 意料之中的大发雷霆 恨不得把所有人都给崩了 看着他气得直丑丑,老麦心里止不住地得意 决定会货一把,请酒吧所有人喝一杯 今天是梅萨维德之行的申请听证会 查克仍然做了很多准备才能出门 尽管如此,在他赶到银行时 也已经冷汗淋淋 金属探测器的声音让他浑身不适 但他还是硬挺着走进了法庭 毕竟这个案子是他签字拉回来的 现在不可能再交给别人 然而申请还没陈述完就出了问题 法官发现在律所最初提交的文件中 银行的地址代码是1261 而现在的却成了1216 凯文和佩奇作为公司负责人 立刻意识到查克搞错了号码 但查克在这文件时已经多犯核对 自信没有任何失误 第一时间并不相信是自己错了 反而开始与法官争辩 凯文叫停了听证会 再三与查克强调 地址就是1261号 他不可能会搞错自己银行的地址 凯文笃定的样子让查克清醒过来 意识到这是个原则性的错误 并且责任在起诉方 法官也无法为他们延长听证会 但这次的听证会 事关梅萨维德之行的开张 如果不能按时进行 将浪费大量的资源与时间 查克开始紧张地诠释发扬 他请求法官给一个临时许可 好让执行能够先开张 之后再补充手续 但这样做不符合法内程序 他们必须要为这个错误 挡上六周的时间 在查克的职业生涯中 从未放过这样的低级错误 他一回到家就开始仔细检查 发现文件箱里所有的相关文件 全都是1261号 这种情况在汉姆林看来 就是查克写申请是大错了 但查克却怎么也不相信 这虽然只是个小错误 但却破坏了凯文对查克 原本就不坚定的信心 他让佩奇同志景 愿意重新考虑件案子 交给他来做 金得知这个消息 简直喜吃望外 真不相信有这种鸭子 飞回来的好事 金米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 陪着金一起高兴 并鼓励他赶紧去忙工作 装修的事情自己可以搞定 然而好消息的电话刚挂 查克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又立刻与金见面 金米佩奇一起到查克家 却发现自己的钥匙 已经打不开门了 欧尼告诉他 查克刚刚让自己换了门锁 显然就是防着金米 查克吃走了欧尼 他本想和金私下谈谈 但既然现在金米也来了 他干脆也把话挑明了 昨天早上 他经历了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屈辱 因为一个小小的数字顺序问题 他浪费了客户的金钱和时间 永远都破坏了自己的名誉 但他很确定 那根本不是错误 一周前的一晚 他在沙发上昏睡了大半天 那时金米就在自己身边 是他拿走文件进行了篡改 或许找了家24小时打印店 费了一番大功夫 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但对金米来说根本不是难事 他高中时就曾靠着作假身份证 日经斗金 请所有同学喝啤酒 那晚他把所有的号码都改了 以至于自己一开始 就是用错误的信息再写申请 毫无知觉地犯了错 当然 没有掩饰的犯罪是不完整的 查克猜测 金米一定在昨天早上自己上庭后 偷偷地放回了原文件 这样表明上来看 就是自己打错了字 查克言之早早 几乎还原了金米所有的犯罪过程 而金米当然不会承认 说自己没必要那么做 查克对金说 金米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 他把这当成某种扭曲的浪漫 不过 他既然是个宣誓过的律师 就应该本着诚信的态度 去跟凯文说清楚 金米急于向今解释 但今打断了他 他告诉查克 如果他所说的都是真的 金米就犯了伪造文署 诈骗 甚至入室道谢多项罪名 或许这事还有个更简单的解释 那就是他确实犯了个小错 查克终于忍不住发火了 他坚信自己不会犯这样的错 或许他们每个人都喜欢金米 但他希望金能看清楚这个人 坚和坚决地反驳到 就算金米真的是那样 也跟查克有莫大的关系 作为他的弟弟 金米一直崇拜他 照顾他 但他对金米的态度 只是让人难过 两人离开了查克家 虽然金强势反驳了查克 但心里并非没有被说动 正如查克所说 这事是金米干得出来的 但即便他有真评实据 也不能看着金米为自己而毁掉 只能用自欺欺人来袒护他 欺不过的金狠狠给了金米两全 之后金米带着广告组 继续到本地小学拍摄广告 为了骗过一本正经的老师 一分钟内变了超过十个谎话 不存在的学校联系人 不存在的明星毕业生 不存在的歌名 甚至连人物的国籍 都是顺口互变的 差点连化妆师妹子都没骗过 但那底气十足的样子 还是把老师们都糊弄了 竟然真的跑去核实信息 而金米赶紧利用这几分钟时间 迅速完成了拍摄 不夸张地说一句 这家伙每次编的故事 都能写一个剧本了 而且绝不是最烂的编剧 老麦做完抢劫案之后 却没有在报纸上看到案件报道 这让他觉得很奇怪 不久后那桥将他偷偷有了出来 告诉他帮派的车子被抢 丢了25万 老丁头几乎其疯了 其他人或许想不到 但他第一时间就想到是老麦干的 毒贩这行都是杀人不眨眼 他认识的人里 只有老麦只要钱不杀人 老麦并没有否认 那桥在乎的并不是钱 而是他俩的关系会不会曝光 老麦告诉他 自己没发出任何声音 司机只看到一个 带着滑雪面具的人 除此以外没留些任何线索 但他想不通 为何这件事没有报道 那桥这才明白老麦的目的 他将司机留在原地 就是想有人去报警 让警察顺藤莫挂 查到老丁头的生意 立刻记不大意出来 查到老丁头 就等于查到自己 为了钱可以理解 但针对老丁头 简直是找死 那桥不想再跟这疯老头多说 但老麦故意不饶 一定要问出 为什么案子没报出来 那桥告诉他 他们这次运气不错 一个好心人救了司机 司机直接通知了他们过去 但那个好心人 却被老丁头杀了密口 老麦听后沉默了很久 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老丁头没按他想的惹上麻烦 反而连累了一个无辜的人 金明以为这次的事 们混过关了 但金告诉他 事情没那么简单 查课的人何计金明 要想和他对抗 你得确保自己做的滴水不漏 金明有名说 实则在提醒金明要消灭证据 金明听后果然睡不着了 连夜赶到那家复营店 一万才知道 不久前查课果然派欧尼 过来打听过自己 以查课的个性 一定会亲自再合适一遍 于是金明有老办法 贿赂老板 让他在查课面前推翻之前的话 说从来没见过自己 并把自己来过的监控视频删除掉 老板拿到了满意的钱 查课果然没多久就出现了 金明躲在附近偷看着店里的情况 查课似乎已经跑了不少路 为了找到金明去过的天煞飞哭心 眼下老板突然又改了口 激动之下 他虚弱的身体摇摇欲坠 又和老板争执了两句后 终于忍不住晕倒 还在倒下时撞伤了头 看到一切的金明 心立刻悬了起来 以上就是风骚律师 第二季的第九集 金明和查课之的兄弟 就是传说中的相爱相杀 他们互相非常了解 几乎能猜中对方的一切行为 又偏偏各自只注意一套生存法则 水火不容 而这一次 金明为了进彻底背叛了查课 三人的关系会何去何从呢 老麦抢劫的是 会被独邦发现吗 一切有的下期介绍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